又到了吃蛋黄素的季节咯 刚刚去菜市场买了60个血压蛋回来 先给它处理一下 上面再给它喷上一层白酒 风笼模式180度烤10分钟左右 烤好后立马出炉 每一个上色都特别好 拿去给它冷藏上 再来把油皮给做上 猪油黄油都行 我比较喜欢用黄油 今天的量有点多 我直接用厨师机了 配方在视频的最后 黄油记得提前软化 先三档混合 再转四档揉面 听到面团明显打钢的事情 就可以取出了 揉好的面团表面特别光滑 而且可以扯出薄薄的手套膜 盖上厨房纸松弛10分钟 再来把油酥做上 充分的给它揉鱼 然后移到我们的揉面垫上 分成四等份 分别用果树色素给它调成四个颜色 搓成这样子的小小个 像玉子 蜜桃粉 黄色 果绿色 这个颜色看着真的好质艺 油皮平均分成36克 给它团圆了 扯一个保鲜膜 再次松弛10分钟 时间到了 取出刚才第一个松弛的面团 擀成长方形 把提前做好的油酥 挨个的放上去 四面给它对折上 用一个擀面杖 轻轻地给它擀开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再次松弛10分钟左右 二次松弛好的面团 擀成长条 再次从上卷起来 还需要再松弛10分钟 烤箱选择风炉模式 180度预热 调了一个芋泥线25克 包裹一个咸蛋黄 这个给它一切为二 边缘稍微给它擀到薄一点 包裹我们提前做好的馅料 收口处给它捏紧 放入烤盘两层一起烤 总共做了30个 现在来去给它烘烤 180度烤25分钟左右 烤好后立马出炉 真的好酥哦 而且这两盘 一点色差都没有 就是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色素应该再多加一丢丢 用风炉来烤中式糕点 起酥效果真的特别好 你们一定要试试 加芋里口味的 太好吃了 真的是人靠衣装 马靠安 包装了一下 好看多了 给我们邻居送几个